今天晚上8点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的南方 大概26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维持是280公里 因此部分的暴风圈已经涵盖到了恒春半岛的陆地 中台杜苏瑞持续朝西北前进 目前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为45公尺 相当于14级风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 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280公里 整体来说在26号晚间速度是略为加快 未来这个台风将以北北西的方向 持续往台湾这边靠近 所以暴风圈会逐渐的进入南部以及东南部的陆地 随着台风逐渐北上 暴风圈也渐渐涵盖到中南部 气象局在26号晚间也针对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花莲 台东 屏东 横浚半岛 澎湖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不过彰化南投台中也得绷紧神经 路景范围有机会持续扩大 另外气象局也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受到台风和其外围环流影响 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26号晚间到27号 花莲有直步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台东 宜兰 屏东有直步豪雨或大豪雨 新北 台中 高雄 南投 宜兰 屏东 有直步大豪雨或豪雨 桃园 台北 基隆 高雄 有直步大豪雨发生的几率 今天东半部的降雨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在花莲台东 已经有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 不过预估28号杜苏瑞远离台湾本岛 但是受到台风尾偏南风影响 整体水汽依旧多 另外第六号台风卡努 恐怕将接力深沉 后市还得持续观察 TVBS新闻董佑军 刘萱 台北什么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